感觉就是秘密 纳维尔·戈达德主 前言 本书所设计的是 怎样实现你的欲望的一门艺术 它向你展示了 用于创造这个可看见的世界的方法 这是一本不长的书 但它并不是轻描淡写的一本书 书中蕴含一份珍宝 一条清晰明确的通膀 实现你梦想的道路 如果能够通过理性的论证 和详细的例子说服他人 这本书的篇幅就会是他的几倍 然而通常情况下 通过书面陈述或论据很难说服他人 因为对于持续而畏决的态度的人来说 他们似乎总是很容易地认为 作者不诚实或被蒙蔽了 因此他的证据是有瑕疵的 因此我故意省略了所有的论证和见证 只是对保持开放心态的读者挑战 挑战他们实践本书所揭示的意识法则 你们亲身经历的成功 将比所有可能写出的 关于此主题的书籍更有说服力 第一章 法则极其运作 我们这个世界和其中的一切都是人的有条件的意识的客观化 意识既是整个世界的起因 也是物质的本质 因此 如果我们想要发现创造的秘密 就必须转向意识 了解意识法则和运用这种法则的方法 将使你能够在生活中实现你的所有愿望 掌握这个法则的运行原理 你可以建立并维持一个理想的世界 意识是唯一的现实 这不是比喻 而是真实的 为了您更清楚地了解这一点 我们可以把现实比喻成一条河流 这条河流有两个支流 一个支流是意识 另一个支流便是潜意识 为了有智慧的运用意识法则 我们必须理解意识和潜意识之间的关系 意识是个人的 有选择性的 潜意识是非个人 非选择性的 意识是被影响的结果 潜意识是产生影响的原因 这两个分流又可以被看为意识的 男性意识和女性意识的分支 也就是阴阳两性 意识是阳 潜意识是阴 意识产生想法 并将这些想法印在潜意识中 潜意识接收想法 并赋予它们形式和表达方式 通过这个法则 首先构思一个想法 然后将构思的想法印在潜意识中 所有事物都从意识中演变出来 如果没有这个顺序 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被创造出来 意识在潜意识中留下印象 潜意识则表达了所有被印在它上面的东西 潜意识并不产生想法 而是接受意识中感觉为真实的想法 并以一种只有它自己知道的方式 将所接受的想法去像化 因此 人通过想象力和感觉 以及对自己的想法所拥有的自由 对创造是拥有控制力的 人可以通过控制它的想法和感觉 来控制潜意识 创造机制隐藏在潜意识深处 即创造的女性特征 也就是子宫中 潜意识超越了理性 超越了归纳退理 它将感觉作为一种以存在的事实来接受 在此基础上开始表达它 创造过程开始于一个想法 感觉在其过程中运行 最后以行动的决心结束 通过情感的媒介 意念被印在潜意识上 在情感没有被感受到之前 没有意念可以印在潜意识上 但是一旦被感受到 无论是好是坏 或者是中性的 都必须表现出来 情感是传达意念到潜意识的唯一媒介 因此 那些不能控制自己情感的人 容易让自己的潜意识 被负面印象所影响 所谓控制情感 并不是只压抑你的情感 而是自我训练 只去想象和拥有那些让你 感到幸福快乐 积极乐观的感受 控制你的情感 对于你会不会拥有 充实幸福的生活至关重要 永远不要徘徊在负面的情感里 也不要带着同情去思考任何形式的错误 不要纠结于你或他人的缺陷 如果你这样做 你就是在给潜意识留下限制的印象 不要对自己或他人 所不想要的事情有所感受 也不要对其他人抱怨不满 这就是拥有完整和幸福生活的所有法则 其他的一切都是对这一法则的注视 每一种感觉都会给潜意识留下一些印象 除非被相反的更强烈的感觉抵消 否则它必然会被表达出来 两种感觉中较为强烈的那一种将被表达出来 例如我很健康比我会很健康更强烈 感觉我会就等于承认 我现在还不是 感觉我是比我不是更强烈 因此为了实现愿望 必须把愿望感受为一种已经存在的状态 而不是一种将来存在的状态 因为将来存在代表着现在还不存在 感觉发生在显化之前 感觉是所有显化的基础 注意自己的情绪和感觉 因为你的感觉与可见的世界之间 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你的身体是情感的过滤器 并带有你主导情感的明显标记 负面的情感 尤其是被压抑的情感 是一切疾病的缘由 强烈地感受到被不公正的对待 被错怪或受到委屈 但是憋在心里 不释放这些感觉时 疾病就从此开始 不要对失败或挫折感到遗憾或无助 因为这些都会导致疾病 只去感受你想实现的状态 感受这种状态的真实性 并生活在这种信念之中 根据它的指引行动 这是产生所有奇迹的方式 所有表现出来的变化 都是通过感受的改变而产生的 感觉的改变就是命运的改变 所有的创造都发生在 潜意识这一层面里 因此 你必须获得对潜意识的控制 也就是控制你的思想和感情 不用把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的责任 推托给偶然或意外 命运也不是谱写你幸运或不幸生活的作者 你的潜意识决定了你的世界 潜意识是没有选择性的 它是非人格化的 不偏袒任何人 潜意识并不关心你感觉到的是不是真实 它总是接受你感觉为真的东西 感觉是潜意识对被宣布为真的东西的认可 因为这种潜意识的品质 对于人来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人的思想能够构想并感觉为真的东西 潜意识也必须把它具体化 物质化 客观化 你的感觉创造了你的世界的模式 感觉的改变就是模式的改变 潜意识从来不会停止反映出 印刻在它上面的东西 一旦接受了这些印象 它就开始着手表达这个印象 它将你的感受作为一个 存在于它自己内部的事实接受 并立即开始在外部的客观世界中 产生这种感受的精确复制品 潜意识从不改变人接受的信念 它只会去以完美的细节描绘它们 无论它们是否有益 为了让潜意识接受理想状态 你必须假设感受到了已经实现愿望的那种状态 在定义你的目标时 你只需要关注目标本身 不需要考虑显化的方式或可能遇到的困难 带着感觉的思考会在潜意识中留下印象 因此 如果你纠结于困难 障碍或延迟 潜意识会接受困难 阻碍和拖延的感受 把它们当作你的请求 并在你的外部世界中创造它们 因为它不会做出选择 潜意识是创造之母 通过人类的感受将思想无选择性地接受 它永远不会改变接受到的思想 但总是赋予它形式 因此 潜意识会用感受到的形象和形式 把思想表达出来 如果感觉到没有希望或不可能 失败的印象就会印在潜意识里 尽管潜意识忠实地为人类服务 但我们不应该认为意识和潜意识的关系 就是主人和仆人的关系 圣保罗把潜意识拟人化为女人 并说 女人应在一切事上服从男人 潜意识确实为人服务 忠实地表达他的感受 然而 潜意识对强制有着明显的厌恶 他不会服从于命令 但他对劝说和说服会做出回应 因此 他更像是心爱的妻子 而不是仆人 以福所书五章二十三节中提到的 丈夫是妻子的头 可能不适用于世界上男人和女人的关系 但却适用于意识和潜意识 或者说适用于意识的男性特征和女性特征方面 保罗在写道 这是个伟大的奥秘 爱妻子的就是爱自己 所以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 两个人成为一体这些经文时 他指的奥秘是意识的奥秘 意识实际上是一个整体 他其实没有分裂开 但出于创造的目的 他似乎被分为两个方面 意识的客观是真正的头领 他支配着潜意识的主观 但是这种领导不是暴君的领导 而是带着爱的领导 通过假设 你已经拥有你的目标 而且产生了感觉 这是潜意识会开始建立你的假设的副本 只有当你假定它们是真实的感觉时 你的欲望才被潜意识接受 因为只有通过感觉才能使潜意识接受想法 并且只有当潜意识接受了想法 才能真正显化和表达你的目标 把你的感觉归咎于发生的事件 比承认发生的事件使你感觉的反射更容易 但是外在永远是内在的映射 内外如一 上同下 下同上 内同外 外同内 是赫密斯 特里斯 莫吉斯七原则之一的对应 若不是从天上赐的 人就不能得到什么 约翰福音三章二十七节 天国就在你们心里 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一节 没有任何事物来自外界 一切都来自内在 来自潜意识 你无法看到你的意识之外的东西 你的世界中的每个细节 都是你意识的客观体现 客观状态证明了潜意识中存有的印象 改变潜意识的印象 会导致外在表达方式和状态的改变 你所感觉是真实的 潜意识都会接受 因为创造是潜意识受到印象的结果 所以你通过感受决定了在现实中创造什么 你已经是你想成为的人 你的不相信是你得不到它的唯一原因 在外面寻找你认为 你不是或不可拥有的东西是徒劳无益的 因为我们从来不会找到我们想要的 我们只能找到我们已经成为的状态 和已经拥有的东西 简而言之 你只拥有你意识到存在或拥有的东西 马太福音 十三章十二节说 有的人必有余 此经文在马可福音 四章二十五节 路加福音 八章十八节 十九章二十六也提到过 否认感官提供的证据 并拥有实现愿望的感受是 实现你的愿望的方法 自我控制思想和感受是你最高的成就 然而 在完美的自我控制达成之前 即使表面现象不符 你也要感受到你想要感受到的一切 你可以利用睡眠和祈祷 来帮助你实现你想要的状态 这是进入潜意识的两个门户 我们会在接下来的两章讲解利用睡眠和祈祷 实现我们想要达到的状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